大家好 现在进行第二张保护模式 保护模式是Linux内核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知识 保护模式的学习程度关系到对内核的理解程度 我们首先看一下80386简介 80386处理器是比较早的 8086 80286这些16位处理器的一个完全的32位的版本 代表了体系结构的重要进步 从16位体系结构过渡到32位的体系结构 在增大自长的同时呢 还增加了许多功能 还有附加的一些特性 80386这个微处理器的主要特征呢 支持多任务 存储管理 还有虚拟存储 软件保护 和比较大的存储空间 80386呢 向上兼容早期的为8086和8088和80286所写的软件 80386所支持的这个寻触空间呢 也是从8086的1兆和8082的80286这个16兆增加到4个G 80386 80386不需要复位 就可以实现呢 保护模式和石模式之间的这个先互切换 我们再来看一下控制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呢 代表的就是iflex iflex呢 它是用来指示微处理器的状态 并且控制微处理器的操作 当中的好多位呢 当中的好多位呢 我们在以前学习inter格式的汇编的时候呢 我们都见过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cf呢 是机位标志 pf是机位标志 f呢 是辅助机位标志 cf是0标志 sf呢 符号标志 tf是陷阱 这个是 我们在以前没有学过的 tf标志呢 这个它是陷阱标志 能够激活为处理器 系列上的调试功能 如果t标志为1呢 允许 调试 如果为0呢 就机率调试 我们再看 if 这个是中段标志 这个中段标志呢 控制这个 ntr引脚的输入的操作 如果这个等于1呢 ntr引脚就被允许了 v0呢 ntr引脚是被禁止的 我们看一下 df 是表示方向标志 这个以前我们学过的 of呢 是一出标志 iopl 占用呢 第12位 第12位和第13位 是表示IO优先级 输入输出的优先级 这个标志呢 用来保护 用来保护 在保护模式当中操作的时候呢 为这个IO设备选择优先级 如果当前任务的这个优先级高于 IOPL IO指令呢 就能顺序的执行 顺利的执行 如果这个IOPL比当前任务的优先级低呢 产生中断 导致执行程序被挂起 IO是占用两位 它的组合呢 可以是00 01 10 11 00是表示最高优先级 1 11呢 表示的是最低优先级 11代表的是3 接下来是NT标志 NT呢 表示是 这个是嵌套标志 在保护模式下呢 当前执行任务的 当前的执行任务 嵌套于另一个任务当中 这个标志呢 就被设置了 RF标志 RF呢 表示的是恢复标志 它是和调试寄存器一起使用的 控制下调指令之后呢 恢复程序的执行 VM 就是虚拟方式 虚拟方式呢 用于在保护模式系统当中呢 选择虚拟操作的模式 虚拟模式系统呢 允许多个一兆长的 这种DOS存储分区 共存在这个存储器系统中 这样呢 就可以允许 系统执行多个DOS的程序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三个 CR0 CR1 CR2 CR3 这四个呢 也是控制寄存器 控制寄存器 CR1呢 在 80386当中是没有使用的 它是为后续的产品保留的 控制寄存器这个CR2呢 保存的是 页故障中断之前所访问的 最后一页的现行地址 控制寄存器 CR3呢 保存的是 叶末路的基地址 它左边呢 它20位总是有效的 D12位呢 是V0 它呢 这个CR3呢 与 这个D12位呢 与其他位呢 一起来确定4K长的 页表的起始地址 我们主要看一下C20 C20当中呢 有许多特定的控制位 我们先来看一下PG PG等于1的时候呢 PG位是第31位 如果G位是1 PG 选择线性地址 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也就是 开启了分页机制 页表转换呢 可以把线性地址 分配到物理存储单元当中 就是映射回去 我们再看一下ET ET ET呢 在它这个标志为0的时候呢 选择的是80287协处理器 ET等于1的时候呢 选择则是80387协处理器 之所以是这样设置这个位呢 是因为80386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 还没有这个80387 在多数系统当中呢 ET被设置了位 被置位 设置了位1 那么表示系统能有80387 我们再看TS位 TS呢 表示 这个系统呢 已经切换了任务 TS位1的时候呢 协处理器指令 引起类型器的一个中断 类型器呢 就是协处理器不存在 EM标志 这个位置置位的时候呢 可以使每条ESC指令呢 引起 类型 器中断 我们通常通过这个中断 用软件来模拟协处理器的功能 模拟的方法呢 模拟的方法呢 可以降低系统的成本 但执行模拟的协处理器指令 通常呢 至少需要100倍的时间 我们再看一下MP MP 置位的时候呢 表明系统中是有协处理器的 PE标志 位于第0位 位于第0位 这个标志置位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的是 保护模式 开启断机的保护模式 当它位0的时候呢 就重新进入了10模式 在80286当中呢 这个位的 只能被置位 80286只有硬件复位呢 才能回到10模式 而80386就没有这个限制 我们呢 再来回顾一下 10模式的存储区域的 寻指 保护模式 存储区域的 寻指呢 允许访问 一兆以上的 存储区域的数据和程序 寻指这个扩展的存储区呢 需要更改 用于10模式存储 其寻指的断 加偏移的这个 寻指的机制 在保护模式下呢 当寻指扩展内存储区的 数据和程序的时候呢 仍然使用的是 偏移地址 访问 为存储 其断内的信息 保护模式和这个 10地址的区别是呢 保护模式下的断地址呢 不再像10地址 10模式那样 由这个断积寸器提供 在原来存放断地址的断积寸里 断积寸器里头呢 还有一个选择子 也叫断选择子 或者叫选择符 选择子呢 用来选择描述符表内的一个描述符 描述符呢 描述符呢 描述存储器断的位置 长度 还有访问的权限 由于断积寸器和偏移地址呢 仍然用于访问存储器 所以保护模式指令和10模式指令呢 都是完全相同的 事实上呢 很多为10模式下运行编写的程序呢 不用公改呢 也可以在保护模式下运行 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呢 就是微处理器访问存储器断的时候呢 对断积寸器的解释不同 它的另一个差别呢 是在保护模式下 可以用32位数 取代实力位数 32位的偏移地址允许 这个微处理器呢 访问长达4个G的 断内的数据 我们接下来呢 学习选择子和描述符 装在断积寸器里的选择子呢 从两个描述符表 GDT或者是LDT GDT呢 代表的是全局描述符表 LDT呢 是本地描述符表 从这两个当中的任何 任一个当中 选择8192个描述符当中的一个 描述符 它是用来说明存储器的断的位置 长度和访问权限的 断积寸器呢 仍然选择一个存储器断 但是呢 不再像10模式那样直接选择 而是间接的选择 断积寸器可以访问 两个描述符表 一个呢 是全局描述符表 另一个是局部描述符表 全局描述符表 那是GDT 局部描述符表呢 是LDT 全局描述符呢 包含呢 适用于所有程序的断定义 局部描述符呢 通常 只是用于唯一的应用程序 可以把全局描述符 称为系统描述符 局部描述符呢 称为应用的描述符 每个描述符表 包含呢 最多包含的是8192个描述符 所以在任何时刻呢 应用程序最多可以有 16384个描述符 因为一个描述符说明 一个存储器断 这就允许呢 为每个应用程序 描述呢 多达16384个存储器的断 描述符的激励值部分呢 只是这个存储器断的起始位置 80386呢 以及更高档型号的微处理器呢 是使用32倍的基地址 允许断的起始于这个 四个基存储器当中的任何一个地方 断界限 包含呢 断中最大的偏移地址 80386以及更高级的微处理器呢 可以访问长度 1个字节到1兆之间 或者是4K字节到4个G之间的存储器断 为什么会有两个段呢 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描述符当中呢 有一个G位 这个位呢 表示颗粒度 它为1的时候呢 它的 增长的比例呢 是以4K为 为单位的 所以呢 它是4K到4个G之间 如果这个G 是0的话呢 那么就是以字节位增长的单位了 所以是从0到1兆之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 AVL位 它指示这个段呢 是有效或者是无效的 而AVL这个位为1的时候呢 表示这个段是有效的 为0的时候呢 表示是无效的 我们看这个 我们还 我们还没有讲到过这个描述符的长度 描述符的长度呢 是8个字节 就是4位的 这是D32位 这是高32位 因为一行写不下 写成两行了 我们再看一下D D位 D位呢 指示是在保护模式下 或者是在实模式下 指令呢 是怎样访问你这个 计存器或者是 存储器的数据 如果这个D等于0呢 那么指令呢 跟8086和到80286之间的这些微处理器呢 兼容 是16位的指令 这就意味着呢 指令在默认方式下呢 用16位偏移地址和16位的寄存器 这种方式呢 通常称为16位指令方式 如果D等于1呢 那么指令就是32位指令 在默认情况下呢 32位指令模式呢 假定所有偏移地址和寄存器 都是32位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8位到第15位 到第16位 这个是访问全线字节 它控制对保护模式中存储器断的访问 这个字节呢 描述了断在系统中是怎样起作用的 访问全线字节呢 使用全面的控制着断 如果是数据断呢 就指定它的增长方向 如果断的增长超出了它的界限 微处理器的程序呢 就被中断了 并且呢 给出一个一般的保护错误 用户呢 可以说明一个数据断 是否为可写或者是写保护 你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呢 控制代买断 为了保护软件还可以进去读 描述符呢 是通过断积存器 从描述符表中选择的 断积存器呢 包含了一个 13位的断这个选择子字段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13位的 然后呢 表选择字段 还有一个请求优先集字的 13位 3到15这13位的选择子呢 可以从描述符表的8192个描述符当中呢 选择一个 这是TI位 为第二位 它用来选择是全局描述符表 还是局部描述符表 如果这个TI 为0 那么呢 就是选择的是全局描述符表 如果TI为1呢 选择的是局部描述符表 RPL是第0位到第1位 是请求优先集 它请求优先集呢 请求存储器段的仿余优先集 它的最高级呢 是00 最低级呢 11 11 换算成十进制就是3 它的优先集呢 有0 1 2 3 0最高 3最低 如果请求优先集 和访问全线字节设定的优先集 相匹配 或者高于它呢 就允许访问 优先集呢 用于多用户环境当中 如果违背了优先集呢 系统通常呢 只是一个优先集伪力的错误 我们再来看一下程序不可见集存器 存储系系统中呢 有全局描述符表和局部描述符表 为了访问和指定这些表的地址呢 微处理器中呢 包含有一些程序不可见的集存器 程序不可见呢 就是指 不能被这个普通的程序访问 但是呢可以被系统软件访问 可以被操作系统内核访问 在保护模式下操作的时候呢 这些计存器呢 这些计存器呢 控制V处理器 GDTR就是全局描述符表计存器 IDTR呢 表示的是中段描述符表计存器 PASC Registr是TR 就是任务集存器 LDTR呢 是本地描述符表集存器 在保护模式当中呢 每个断集存器 还有一个程序的不可见的区域 这些集存器的程序不可见区域呢 通常称为高速缓冲 高速缓冲器 就是我们翻译过来就是Catch 但是这个Catch呢 同这个V处理器当中的 一级二级高速缓存 这个Catch呢 是不一样的 每当这个断集存器中的 输入发生改变的时候呢 基地值界限和访问权限呢 就装入断集存器的 长袖不可见的区域 但一个新的断号被放到 断集存器里的时候呢 V处理器就访问一个这个描述符表 并把描述符装入断集存器的程序不可见高速缓冲 当中 这个描述符呢 一直保存在这个地方 并且呢 访问存储 在这个访问 存储器断的时候使用 直到断号呢 再次发生变化 这样呢 这样呢 就允许这个V处理器 重复访问一个 存储期段 并非每次呢 都去查询这个描述符表 因此呢 它成为高速缓冲的 寄存器 GDTR和这个IDTR呢 包含的是描述符表的G地址 还有它的界限 因为描述符表最大的长度是64KB 所以呢 连个表的界限是16 当工作在保护模式的时候呢 全局描述符表 全局描述符表这个 的基地址呢 和它的界限呢 就装入到GDTR当中 在使用保护模式之前呢 必须初始化 中道描述符表 IDTR 局部描述符表的位置呢 是从这个 全局描述符表中选择的 为了选择局部描述符表呢 建立了一个全局描述符 那需要访问这个 局部描述符表的时候呢 把这个选择子 装入这个 LDTR当中 就像在断寄存器中 装入选择子是一样的 这个选择子呢 访问全局描述符表 并且呢 把这个局部描述符表的 基地址界限 和访问权限 装入这个 LDTR的这个高速缓冲 寄存器当中 高速缓冲的是存储器 所以 TTR呢 这个任务集存器 包含有一个选择子 这个选择子呢 用来访问一个 确定的任务的描述符 任务呢 通常就是进程或者是应用程序 进程或者应用程序的描述符呢 存储在全局描述符表当中 因此呢 可以通过优先级控制 对它进行访问 任务切换机制呢 允许这个微处理器呢 在 足够短的时间内 实现任务之间的切换 也允许多任务系统呢 以简单 而规则的方式 从一个任务呢 切换到 另一个任务 我们再来 简单介绍一下分页机制 80386和 更高级的微处理器呢 它的分页机制呢 允许 为任何的线性地址 分配物理存储器的地址 线性地址 那就是由程序产生的地址 通过内存分页机制呢 线性地址呢 透明的转化为这个 物理地址 这样呢 就能使需要的 在特定地址上运行的这个 程序呢 通过分页机制呢 重定位 我们看一下分页积存器 微处理器当中呢 控制积存器的内容呢 控制这个分页的单位 对分页单位至关重要的 计存器呢 就是CR0和CR3 CR0呢 最左边这个 第31位 PG位 它置位的时候呢 就是选择了分页机制 如果PG清零呢 程序产生的线性地址呢 就是用于寻止存储器的物理地址 如果这个PG它置一的时候 线性地址呢 通过分页机制 转换成这个 物理地址 CR3的内容呢 包括硬目录G地址 以及PCD和PWT 我们主要讲解这个 我们主要讲解这个 页目录G地址 它是从第12位到第31位 页目录G地址呢 是为这个 页转换 部件寻止页目录 这个地址 可以寻止 存储系统当中 以4K为边界的页目录 页目录包含 11024个页目录像 每页长的是四个字节 每个页目录像 寻止一个包含 1024页的页表 由软件生成的线性地址呢 分成三部分 分别用于寻止 页目录像 页表像 和 偏移地址 偏移地址 每一个页目录像呢 代表存储系统 的一个四兆的一个区域 页目录的内容 页目录的内容 选择呢 有随后的十位 现行地址 指示的页表 这是一个4K的区域 现行地址的这个偏移部分呢 选择4K页内的一个字节 因为进行4K存储区域 重新分页的操作 要求 访问存储器内的 页目录和页表 所以呢 英特尔创造了一个 成为 TLB的高速缓冲存储器 如果要访问某个存储区呢 而且 它的地址已经在 TLB当中 那么就不需要 再访问页目录和页表 因此呢 加速了程序的执行 如果一个页表 转换不在TLB当中 那必须呢 访问页目录和页表 我们看一下 页目录和页表 我们这个图中显示的呢 就是怎样把一个线性地址 转换成物理地址的一个过程 它的第二十二位到第三十一位 它指定了 这个页目录 页目录的基地址呢 是由CR3来指定的 它指定了页目录当中 某一个目录像 然后第十二位到第二十一位呢 指定了 这个某一个目录像当中的一个页表像 然后呢 这个偏移值 加上这个 页表像呢 就构成了这个物理地址 我们现在讲解一下80386的存储管理 80386当中的这个存储管理单元 MMU和286当中的MMU是很类似的 只是呢 80386当中包含了这个分页单元 286当中没有 MMU呢 它是用来完成把程序中输出的线性地址呢 转换成物理地址的 80386呢 利用分页地址 把物理地址呢 分别到 逻辑地址 因此呢 如果这个分页是激活的 继续程序指令 需要访问 比如说A0000单元 实际的物理地址呢 可能是100H单元 或者其他单元 这个特点呢 实际上使得对 任意存储单元进行操作的软件呢 都能运行在80486上 因为任何的线性地址呢 都可以变换为物理地址 我们再来详述一下这个 描述符和选择字 描述符呢 是描述和定位 存储期段的8个连续的字节 选字子呢 用来从描述符表中 减锁描述符 80386的描述符呢 使用32位的基地址 还有20位的界限 80386当中 用32位的基地址呢 寻指是4个G的存储空间 由于具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的20位界限 它的断长度呢 可以是1兆 或者是4个G 它的去 为什么会出现1兆和4个G呢 是因为颗粒度的原因 G位 G位为0的时候呢 是1兆 G位为1的时候呢 允许群指最大长度是4个G 这个图呢 说明了80386在保护模式下 如何用选择子 还有描述符来寻指这个 存储期段 选择子呢 用它最左边的13位呢 从描述符表当中 选择一个描述符 TI位呢 指示的是局部的描述符表呢 还是全局的描述符表 我们提到过 TI等于0的时候呢 是全局描述符表 等于1的时候呢 是局部描述符表 选择子最右边的两位呢 RPL 我们也讲过 它是两位 用来定义呢 所需要的访问优先级别 这个选择子呢 在这个描述符表当中呢 选择了一个描述符 这个描述符当中呢 有这个断的G地址 它通过取出这个G地址呢 再加上这个偏移地址 就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个 就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个 这个现级地址 由于这个选择子呢 是用13位的代表 访问描述符 选择子 这个整个呢是16位的 其中原来就是说 13位这43位呢 是用来这个访问这个描述符的 所以呢 在每个局部或者是这个全局描述符 这个表当中呢 最多可以有8192个描述符 由于每个段呢 可以是四个G 而我们可以用两个描述符表呢 访问是16384个段 这样就使得这个80386呢 可以访问的虚拟的存储器地址呢 可以达到64T 1T呢等于1G 64T呢就是 64个 1T呢是等于那个1024G 64T 乘以1024 多都是G比 存储器系统 实际存在的存储器呢 我们提到过 它是32倍的地址线 所以呢只能是4个G 如果在某个时刻呢 某个程序需要用多于4G的这个存储器呢 就可以把存储器系统呢 和磁盘驱动器 或者其他形式的大容量的这个存储设备之间呢 已经交换 80386有全局描述符表和局部描述符表 还有一个就是中断描述符表 ID 它这个描述符表呢 是被这个中断描述符 或者是这个门描述符设计 80386的基地址是32位的 界限域呢 界限域呢 12位 G呢 G位呢 是表示颗粒度 它可以是1或者是4k 为那个倍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描述符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描述符 看一下它各个位代表它的含义 它这个 第0位到第15位 表示的是呢 断线长 断线长呢 还有是第16位到第19位 它俩的组合呢 构成了实际的断线长 往返16位到第31位 是基地址 第 这个 第五个 就是第五个字节 它也是基地址 所以呢 第五个字节和第四个 第三个 的组合呢 构成了这个 基地址的值 还有这个 24位到31位 它们的组合构成了基地址的值 我们看一下这个D尾 它是用来选择默认的 寄存器的宽度 如果D等于0呢 寄存器的宽度呢 是16位 如果D等于1呢 寄存器的宽度就是32位 AVL位 这一位呢 是由 操作系统 以适当的方式使用的 通常呢 用来表示描述符所描述的段 是不是可用的 我们接着看一下段描述符 这个所指示呢 就是一个描述符 段描述符当中呢 访问全线位 访问全线位呢 是用来指示这个描述符所描述这个数据段 对占段 或者是代码段 是怎么工作的 访问全线的第四个字节 这个是S 这个S呢 表示的是 这个描述符是系统描述符 还是数据描述符 还是代码描述符 当这个S位呢 等于0的时候呢 表示的系统描述符 S等于1的时候呢 表示是普通的描述符 或者是数据描述符 或者是呢 代码段描述符 我们看一下这个P位 它是存在位 它P位为1的时候呢 表示这个段是存在的 如果P点0呢 并且通过描述符访问这个段呢 会产生一个 类型11的几个中段 这个中段呢 表明访问这个段的 在系统中是不存在的 在系统中是不存在的 DPL DPL呢 是描述符的优先级 用来设置 用来设置这个描述符的优先级 00呢 表示是最高优先级 11呢 就是3 是最低优先级 它用来对 对对断的访问呢 进行保护 如果用一个比这个DPL 低 在这个优先级 访问这个段呢 就会发生越前中段 这个 多用户系统中呢 或者是这个代码段 或者是设计段 这个type呢 占用了四位 它这四位当中呢 有几个标准 有一个E E标准 一个X标准 一个W标准 一个A标准 它这是 我从11到8这样排列 第10 11位是E 第10位是X 第9位是RW 第8位是A 我们看一下 E位 E位呢 表示可执行位 用来选择数据 或者代码段 E位接下来呢 是X位 当这个E位是0的时候呢 X位呢 只是这个 数据段 或者堆占段的 扩展方向 X等于0的时候呢 段呢 就像数据段一样 向上扩展 如果X等于1呢 段就像堆占段一样 向下扩展 当这个E位等于1的时候呢 X位只是段 只是这个 代码段的优先级呢 被忽略 然后接下来的RW位呢 它也跟E有 E位有关系 如果这个E等于0呢 RW位呢 只是这个数据段 允许写 或者是不允许写 如果这个E位等于1呢 RW位呢 只是这个代码段 允许读 或者是不允许读 允许呢 是1 不允许都是0 然后接下来是A位 A位呢 是以往访问位 处理器每次访问段的时候呢 这个位都被置位 为1 操作系统呢 有时候用这位呢 跟踪哪些段 已经被访问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系统描述符 系统描述符呢 我们知道 这个SVV0的时候呢 这个描述符就是系统描述符 80386系统当中呢 有16种可能的这个 系统描述符类型 但是呢 并不是都在80386当中使用 有的类型呢 是为80286定义 使用80286上的软件 和80386兼容 有的类型呢 是新定义的 是新定义的 并且是80386 独有的 有些呢 还没有定义 是为后续产品保留的 这怎样表示16种 可能的描述符类型呢 每种是什么类型的呢 是根据Type 因为Type是4V 我们就用这Type 来区别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我们分别看一下 如果Type等于0的时候呢 表示这是一个无效的 Type等于1的时候呢 它是用于这个286的 任务状态段 等于2的时候呢 是用于LDT的 就是表示那个本地描述符的 3的时候呢 它是表示正在 这个描述符呢 是正在执行80286的任务状态段 表示4的时候呢 Type等于4的时候呢 表示的是80286的调音门 5呢 表示的是任务门 6表示的是 5 5 6表示的是80286的中断门 7 Type等于7呢 表示的是80286这个陷阱门 8呢 是无效的 9呢 是用于80386的任务状态段 10呢 为以后的英特尔产品保留的 11呢 是正在执行的这个80386的任务状态段 12呢 12呢 是80386的中断门 12呢 13呢 也是为以后的英特尔产品保留的 14呢 是80386的中断门 15呢 是陷阱门 12呢 18 18 18